大乘心事 请问你一下 给我一点 该怎样走这条路 好 你说 其实我跟我先生 从拍拖到结婚 已经有二十年了 在二十年里面 他拍拖的时候 我知道外面还有其他人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 我知道我都是忍住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说还有其他人的意思是 你知道他还有其他女人 对其他的女人 OK 我还是忍住 到我结婚了之后 我们也是有 我也是发现到还有 我都忍住 报告我孩子 三个孩子了 那时候孩子几岁了 最小孩子应该有三岁 那时候我就不能忍 我就讲出来 你 那但是现在孩子都二十多岁了 是吗 孩子现在差不多十八 OK OK 然后他就不忍住 然后after that 我也是很残忍 我就拿出电话 对方的电话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闹了一场 那时候我就想过离婚 但是最终我还是放不下 嗯 然后after that 到最近 去年 我发现他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而这个年就不放了 嗯 而且他跟他应该有几年两次 我没有想到 嗯 我也没观察到 这个女人后来应该他知道我 要到回来 因为我有一阵子 我是跟我老公分开住 嗯 因为政治 我们是分开住 嗯 但是我还是有每天煮饭过去啊 有煮饭我就会拿过去 就吃了饭 然后我就各自 回去我自己的地方住 但是我们 天中 还会有 还是会有 夫妻关系 嗯 OK 呃 然后 但是 但是你的丈夫现在是跟另外那个女人一起住 没有 她是每天抱怨你回家 哦 她回来 可能 之后 她就是 电话 那种电话 她是 起先的时候就算更半夜 后来我讲了 吵了 因为那女人应该知道 我到回来 你的丈夫现在是跟你一起住 现在我们一起住 嗯 然后我到回来 她特地把女人所用过的东西 特地留住给我 嗯 之后我就发现到 之后我就讲 甚至你敢带回来 这个是很对我 一点尊重都没有 我自认我没有做错什么 嗯 这个家 我照顾得好好 家里经济不好或什么 我都会尽量帮忙 尽量的去做 嗯 但是 我也没想到 会将事情演变到这样 嗯 然后我有 谈牌 跟我说是谈牌 你要选她还选我 她就讲 没有她 她讲 没有证据 我这样 这些东西 不是我的 这女人的东西 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女儿的 还没有谁 家里只有谁有所事 才可以进来 这个我就跟她谈牌 说她不承认 到目前为止 我都是做不到证据 但是我知道 这女人 on off 还有来我家 因为 我发现到的是 有一些 注尸 麻吉 你 你丈夫是一个 怎么样子的人 形容一下 我丈夫 我不懂 不懂 她是 她是很好吗 你觉得她是一个 很好的男人 很好的丈夫 除了 除了有外遇 是不好吗 除了她出轨 那其实平时对你怎么样 对孩子怎么样 对这个家又怎么样 对孩子是蛮不错 我们老实讲 她是对孩子蛮不错 对我有时候 我就觉得她对我蛮好 有时候就是附和我 所以后来我问她 为什么你这样子 她就讲说 我不在义的那时间 因为那时候 我做很多工作 我很辛苦 因为那时候 她没有什么做工 因为刚好是 没有什么工作 给到她 所以我做很多工作 我很辛苦 所以我就是拼命赚钱 她就讲 我服侍了她 可是我的理由是说 就是我要服侍你 而是我出去 做几份工 我做很辛苦 然后 而且 而且有时候 我问到你东西 你就是用那种 不甘愿的那种口气 来回答我 所以导致 我心中有一种 受起了 一个protect这样 不要紧 你不告诉我 没关系 我自己会有找办法 怎样去找这种地方 或找什么 所以变成我心中 也有这样子 等到半期间 我们是 可以说相处的 不是很好 有一起吃饭 有时候带孩子出去 也是有一起 但是讲话 谈话之间 就是 不容易就是了 目前呢 现在我想知道 工作还是你为主吗 工作 我还是有做 他 他也是 尽量 也是有尽量 那么我又讲 他有尽量 可是有时候 知道 刚好经济风波 我也没有 没有办法的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家 毕竟是我 造出来的 我想维持这个家 我其实 我是很爱这个家 我想就是说 最好是能够 再借下去 但是我看到他 帮不了对方 他又不承认 然后就是跟我讲 我需要我失文空间 那 怎样 我想问的 我想问的 首先是事业方面 他现在上回轨道了吗 还没有 还是以你为主要 以你为主 我需要做了 就是说 我不可以说 在家里 选择的那种 需要做 你赚的钱 比他多 没有 没有 但是我的钱 至少我可以资助 我孩子 他们 或者是 其他的一部分 东西 红物质 或者是 这些 我都可以 他自己做生意 还是打工 自己做生意 而且这个女人 是外籍人 我在心想 我真的是 不如那个外籍人 真的 我是 那种心中 不平衡 其实 其实你所说的 不平衡 它已经发生了 那么多年 就是 这种 情况 你说 他也 也不是第一天 也不是第一次 对 你说 以前 他原本都是 这样子的性格 其实 我其实 一路来 我知道的东西 他们 婚坏 没结婚之前 我都不敢讲 到今年 七年尾 发算的这件事 我才告诉他 其实你从 跟我一起的时候 你就有外面 其他的女人 我都知道 我讲 我全部都知道 你的什么 我都有 但是呢 我都不提 直到今天 二十年了 我才 我那时候 我心是很狠 我很想走 了的 走 我才 讲之外 没有 我是想 把这个字 带去 棺材里面 不再讲的 那你讲的时候 他承认吗 他不承认 他没讲 没出声 因为我不要 在孩子面前讲 我们出去外面讲 因为有时候 在家里讲 对 你说他 还是不承认 就算你说 以前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那些 他没有讲什么 他没有出声 他只是讲 你厉害 你承认 谁不知道 你这么厉害 这样讲我 我真的是 那你为什么 还在要留在 这个男人的身边 我放不下 放不下这家 OK 你放不下什么 我想知道 你放不下什么 我放不下我的家 因为这家 是我一手 刀 创出来的 因为在 最辛苦的时候 我买 他一买 我们买 就是我们两个 都在挨 挨出来的家 这就是要 把他手 打碎他 我心很痛 还说 我三个孩子 我们的闹 我的孩子 有知道 我也曾经 把那些 证据拿来 在孩子面前讲 现在你告诉我 这样我们也是 闹得不一派 到最近的一个大闹 我的孩子叫我 妈妈 你离婚 我想事情不是我做错 这么要我提出现在 他就讲 既然爸爸不提 那么你提 他甚至于在外面 讲我不好 这个是最伤我的 这一次是最伤我的 其实你不离婚 你不甘心 你觉得因为这个家 也是你很全力 地打造出来 对吗 对 然后你觉得这个家 还是完整的 这是你相信的 因为你没有离婚 所以这个家 就相等于完整 对 错 这家已经破了 只差 只差 大家没有分开住 你都觉得 大家 其实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女人 男人 女人也有了 都认为 只要我们还住在一起 这个家叫做完整 连孩子都叫你离婚 这个家还完整吗 你自己说 那你一直就是成 一直成 总之 总之 你跟你丈夫没有离婚 就叫做完整 然后孩子看在眼里就 爸爸妈妈 算了 我也不出生 有这种感觉 孩子上 我发现到孩子 有这种感觉 不然的话 你就要 不然的话 你就要继续接受 你 你改变不了他 你改变得了他吗 因为他 他不是 他不是一次哦 他是从你在 你还在 你还在跟他 谈恋爱的时候 他可能就已经 在做这些事情了 你也有证据了 但你结婚 他还是这样子 那几十年来 都是这样子 我是忍住了 我老实讲 我是这几年 我一直忍 我希望能够忍住 能够到完整 你要怪谁 你要怪谁 一个天生风流的男人 你嫁他之前 你都知道了 你还没有跟他结婚 你都知道了 当你结婚一开始的 前几年 你也知道了 你还是继续为他 生一个孩子 生两个孩子 生三个孩子 那你要怪谁 可是 可是 可是现在 假如我这样 丢掉他 你不要讲现在 我现在讲 我们要谈现在呢 我们先来谈谈 整个源头 那个事情 发生的源头 好 OK 你是在想 我嫁了给他 他应该会改变 这是你当年的想法吗 对 这个我知道是错误了 这些对还是错呢 只有用时间来证明 如果今天发生的话 我究竟还要不要加他 我就会说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改 但是 你在冒着一些险 肯定是风险比较高 就看你自己还要不要用时间来证明 现在你就用时间来证明不行 OK 那我就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不能谈到整个事情 好像你没有责任 那个责任 在于最大的责任 就是你选了他 第二个最大的责任 对你自己 我说的 我所说的这个责任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觉得活得不快乐 活得很辛苦 那谁要对你自己活得不快乐 活得很辛苦 负责任 谁 因为当初很早很早前不离开他 也是你 第二次不离开他也是你 第三次不离开他也是你 第一次选择不出身 原谅他默默接受忍也是你 第二次忍也是你 第三次忍也是你 就你要明白吗 只要你还有一天 还有一天 第一没有办法改变他 第二你选择 还玩这个游戏 什么游戏啊 就是在跟他在那边住在一起 然后看着他出轨的这种游戏 辛苦是你了 怎么样不辛苦呢 离开这个游戏 离开这个游戏 不惯你事 这个男人 每一天换新的女朋友 我都没有感觉了 因为已经不惯我事 他不惯我事 我从此选择不再跟他玩这个游戏了 这样你就没有事咯 但是你现在离开 越来越难受 是因为你已经花了很多年 跟他相处啊 秋蝉啊 希望可以弥补 然后又跟他一个两个三个孩子这样子生 两个孩子还是三个孩子 三个 三个 你跟他的那个纠结 就越来越多 关系越来越深了 所以你现在离 比较有很多的 清晰满楼啊 千四万楼 这样子 拉着 但是 代表不能吗 还是可以的 我意思说几时都可以 只是刚开始 当然 简单很多 时间越长 越多孩子 就越复杂 越难 但是还是可以 这个游戏不好玩 你玩了二十多年 很辛苦 我玩了很辛苦 然后你接着下来 你觉得你还 你会赢吗 我应该是不会赢 不过他也不放手 两边都不放手 放不放手 不需要两边的 我曾经问过他 你选 上个月我曾 你选一个 我会很乐意接受 你所给的答案 你选谁 我都OK 你看 你这个动作 还是依然 在玩着那个游戏 你知道什么叫做 不玩这个游戏吗 你选他 选我 你选什么 我都没有兴趣知道 因为我知道我的选择 就是离开你 我离开了之后 你才讲 我要选你的 我要选你的 对不起 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或者你离开了 我选那个 我选这个 我选别的 我也没有 我也不想知道 因为都不光 我是了 那个你把选择权 你把你的未来的选择权交给他 为什么不是在你自己的手上的 因为你还是在玩着同样的游戏 就算到最后 没有啊 我要放的 怎么放 我交给他选择 你交给他选择 就是你还是玩着他的游戏 你还是把那条绳子拿 你抓 我现在把绳子放在你的手 你要拉我回来就拉我回来 你不要拉我回来 你就放我 但是那条绳子 还是在你的手 还是绑着你 你要怎么不玩 你自己把这绳子剪掉 然后他怎么拉也拉不到我了 我自己选择不完 我选择离开就没有啦 对吗 对 你看到吗 整个东西是你自己 我明白你的丈夫是坏的 是很坏 很过分 他真的很过分 他不带回来 我还没这样升级 而且他带回来 而不是我们本地人 而是我们外籍人 所以 如果你今天跟我谈的是第一次的话 我就跟你说 看看两个怎么样啊 要改变什么啊之类的 但是原来你跟我说的是 他这十多二十 二十多年来都是这样子 唉 这样算哦 谁行难过呀 江山以外本身难以 原本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 你看我要做的是 如何透过你再改变它 我也懂是可以 但是你要这样子做吗 你有足够的气力吗 而且那个结果还是不知道的 还是要让时间来证明的 意思是说 好 我现在尽量 看看怎么改变自己 然后再影响它 再改变它 因为一个人要 要令对方改变 不是我想办法 来怎么针对它 来改变它 那个也不容易 反而是改变自己 对他的情形 对他的那个情绪 对他的方式 各方面慢慢自己改 自己改 来让你的改变影响它 然后希望它也慢慢改变 但是这个过程 可能还要多一个三五年 六年七年 我不知道 如果你有这个耐心 力气 时间 还可以 还可以 用这个方式来改变它的话 那可以啊 我已经不年轻了 我已经差不多等五十多岁了 我不年轻 我就是想到 因为我不年轻 在这个时候还分开 所以觉得很好笑 来 是你自己选择继续玩这个游戏哦 我现在就能对这个问题 然后你讲很好笑 是谁笑你 你跟他继续保持这个夫妻关系 是要给谁看的 你刚刚讲的那句话说 我这样子离婚不是很好笑 人家就不笑我 意思是说你继续跟他还在一起 也是其实要做给别人看的 是吗 就是感觉 就是说 很希望得严真的讲 不过 我现在是在 请问一下 就是get some advisor 因为 我也是在讲 因为 其实我自己的 朋友 你还在问我啊 离开 刚刚不是回答了你了吗 我明白 你讲的 你给我的 advisor 差不多跟我的朋友给的 什么 他从小月 谁给的大同小月 朋友 一个我很好的朋友 他从我开始 他年代 我就会把我的东西 全部跟他讲 他是个保密 他知道我的情况 他也告诉过我 二十多年 二十年了 你还有几年能够活 OK 如果 如果这件事情是刚发生 还是这一两次的话 好 我们来检讨看 怎么做得更好 怎么改变 我觉得OK 该讲了 但是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了二十年 二十多年 一直重复又重复 那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把握 可以改变这个 目前的这个状况 你有把握吗 我没有把握 因为这个 这一次 这个真的是 我没有把握 因为 他甚至一年电话 都做silence 什么 都protect到 one 还有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 你真的要 要去改变整个 其实也没有 没有对 没有错 也是OK的 如果你 你愿意 尝试 去改变自己 改变整个家 也想办法 去改变你的丈夫 感动他 感化他 我也觉得很开心 如果你选择 走这条路 哇 你非常伟大 真的 这个 真的是 如果你 我怎么感动他 让他从此 远离所有其他女人 让他知道 这个是不道德的 让他慢慢改变 瘦身 然后明白 这样子 做人 是一个坏的榜样 给孩子 然后 直到他 觉得知错了 后悔了 然后回来你身边 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啊 OK吗你 想到都累哦 我真的是想到很累 因为我们逃得 逃得很多次了 甚至孩子都叫我 慢慢你走啊 平常好像我是考虑 是叫你走 还是孩子跟着你一起走 孩子不跟我 为什么 孩子 因为我感觉 我老实讲 我滚了孩子是满年 我滚了孩子是满年 所以孩子可能也没有太喜欢你 孩子 因为我孩子都是没有跟我住 他们只是在橘色 都在外面 因为他们是不熟 所以孩子 孩子有讲 妈妈 假如真的是 事情发展到这样 孩子有讲过 作为孩子 是咱们不愿意看到 这个家这样 破碎 但是 看到你们今天的 这样的场面 这样的地步 我宁肯 你提出 我就讲 事情不是我错 那么我也提出 现在讲完了之后 事情是你错 还是他错 讲完了之后 可能就是我错 因为我 OK OK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我用错词了 谁需要负责任 中方 我也不能说 这一方 对不对 这种东西是你 请我应 明白就好 好了 我再问你 另外一个问题 接下来 你想活得怎么样 我当然是 想活得开心 我也当然想着 我的孩子 能够在我旁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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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停在这边 你想 我想活得开心 对吗 对 OK 那活得开心 有多少种方法 我曾经有想过 就是说 你先回答我 活得开心 有多少种方法 嗯 一个 真的 放开 活得开心 有一百种 两百种 三百种 九百九十九种 一千种 两千种 三千种 太多方法了 如果要活得开心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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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 我不懂 为什么你只看到一种 而你看到的 所谓的一种 就是你紧紧抓着 就是我 家就是给我的快乐 没有了 我就不快乐 没有了这个丈夫 我就不快乐 但是你现在紧抓着 这个丈夫 很快乐吗 也不见得快乐 你 嗯 每天都在担心 嗯 每天都在 看到他 很累 每天都那种感觉 没跟 所以咯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没跟他 从此没有关系呢 就是最舒服 你一直还有 跟他有关系 还在想着 这个问题的话 你永远就脱离不了 脱离不出 那个圈圈 你就困在里面了 只要你一天 在想着 我跟他 还是有关系的 你就永远 脱离不了 你要怎么脱离 等他 等他决定 没有 其实只要很简单 你自己讲 啊 我从此以后 你的事不关我事了 整个东西就立刻断 没有了 你可以从此就开心 你可以解脱了 你真的是解脱了 明白 你就选择啊 明白 你讲了那么久啊 怎么怎么怎么 是你选择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开心 怎么样 因为你的眼中 开心快乐 好像只有一个 就是 这个家 或者是 只有他 如果我一跟 如果我跟他离婚 就是很不开心 就是天下 末日 是吗 你觉得你离 你跟他离婚之后 会不开心吗 可能会一段一日子 我会很伤感 可能的 可能 我不能确定告诉你 那你继续跟他在一起 会很快乐吗 也是很痛苦 反正是他能够放掉 他不能 你觉得你继续跟他一起 痛苦的日子比较长呢 还是跟他砍断 接下来痛苦的日子比较短 砍断 会比较短 然后你才 你砍断了 才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你生活上其他的可能性 然后你才会开始把自己改变 然后告诉自己 我明白很多人都把家 跟丈夫 或者是太太放在中心 很主要的 很重要的 对 合理 但是也是时候去 explore一下 人除了家 除了丈夫以外的东西了 特别是 特别是 如果你 你跟家 这个家 或者是丈夫 没有很愉快的话 那中心点就不要放在那边 如果我跟他的 丈夫一家人的 都很开心 中心点 那你的中心点可以放多一点 发现率可以放多一点 在这个家 如果没有 他就应该 转去别的地方 还是会找得到的 还是会找到 找到快乐 找到 幸福美满的感觉的 不一定只是在这里 明白 从今天开始 把选择 放在自己的手上 不要交出去了 加油 拜拜 有心事要和我陈锋 聊 那就约定你每个星期五 准时call in 给我吧 好 这个时候再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98大乘心事 请问你是哪位 Hello 是 诚 诚 怎么称呼你啊 是啊 我没想到他打得通 真的 是 怎么称呼你啊 嗯 Hello 怎么称呼你 我姓李 蛤 我姓李 因为这个喉嚨不是那么舒服 不好意思啊 好 你说 OK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 关于跟先生的问题 嗯 因为 很辛苦啊 现在 嗯 其实 我已经是搬出来住了 跟丈夫记了婚多少年 呃 前头都 不是 泊哥总共也十四年啊 OK 呃 一路 一路来呢 嗯 以前是在外国分裂的 这样自从回来马来西亚之后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做工啦 嗯 就很多磨擦出现 嗯 有很多争吵 一路来都 大家都有争吵 但是呢 最近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那种家暴啦 嗯 嗯 所以 搞到很紧要 怕他 怕得很紧要啊 嗯 嗯 所以今天我打这个电话呢 就想 陈奥你给的意见 嗯 因为想和他分开 其实已经是搬出来三个月了 有小弟哥啦 有 一仔一女 嗯 嗯 一个大的电话 六岁 六岁 小的三 两岁 哎 嗯 嗯 因爲他 其实他的脾气 真是 很难搞啊 很紧要臭的脾气 臭到真是 很紧要顶了 反而 现在直头是害怕了他 嗯 怕得很紧要啊 嗯 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 嗯 嗯 正正式式呢 是这两年 这两三年的事啦 之前不是这样的 他 之前 嗯 嗯 脾气都是幼 没那么紧要 但是这两三年里面 真是很厉害 很紧要 嗯 好像另外一个人 变了 都不知道他的脾气 根本上是这样 还是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犯草的事越来越多 是呀 这样讲到犯草的事 其实 两夫妇都不懂我说为钱 不懂 这样讲到女人方面 真是不知道又没有了 嗯 这样就一直都没什么出街的人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搞到这样 我连害到 因为那个女儿被奶妈臭的嘛 嗯 但是那个女儿快过了 晚晚 两母女都要走车那里睡觉 睡到天亮 嗯 他又可以 好滴滴的 突然间又会立发脾气 嗯 他会把东西扔 又会扔我电话 总之种种问题都出现了 他打你 他打你 除了暴力扔东西 有没有打你 你打你 是有的吗 几次 嗯 有没有 紧要过 紧要过 那时候呢 曾经试过一次 拿车 是不知道要关灯 只是不知道这样 因为 他 我要拦截他 嘛 那就拿车直到 都没理了 就这样撞 那动手打你呢 有 你没有报警 口头上说要报警 但是始终都没有去报 你也没有去医院 验伤 没有 没有做到那些 嗯 始终是一场夫妻 那也没有去到那么近 如果你是离婚的话 你是想着 弟弟跟着你 跟着他 肯定是跟着我 你怎样肯定 到次 你的结果 不是你说的 你也没有收集 他有暴力 他有暴力倾向的证据 所以 想让你给一些意见 因为真的 没了方向感 现在 虽然搬出来 住了三个月 两三个月 但我工作的地方 仍然在一起 所以变成 很辛苦 无时无刻 都会 他会做些动作给你 在一起 这样 是不是很辛苦 是 做什么不辛苦 做工的地方 意思是说 这盘生意 是你跟他一起开始的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我们属于 好像是 算是直销生意 那样 不过都是 天天都在一起 嗯 虽然说 我是搬了出来 那你搬了出来 那你搬了出来 弟弟会不会回去 单独跟他相处 不会的 因为我小弟哥 一个在外埠 一个在本埠 这样变成 有时回来的时候 都是跟着我住 我租那里 嗯 不过呢 出去玩 始终他都是 我对弟弟的 父亲妈 对吗 嗯 都会 一起出去 跟他们相处的 那你跟小弟哥相处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 看你的父亲 是 有发脾气 什么在弟弟面前 是 说到发脾气 在弟弟前面 发脾很重要 嗯 那儿子你看到害怕 嗯 那儿子就不知道 那儿子都已经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想问 好啊 所以基本上 你是在说 我不知道他 为什么他变成这样 对吗 对啊 你有些头緒 你觉得他 做什么 会脾气 愈你很差 做什么 会这样 当不是100%正确的答案 不过 以你所观察的 他突然间这两三年 变成这样的原因 是 一二三四 有几个原因 大概 有几个原因 嗯 第一 我确实不知道 不过 他经常帮人们说 是我不理他 不和他聊天 不和他说 不和他说 总之 不理他 会影响到他的情神 在他脾气变成这样的样子 OK 这就是你帮人们说 他也有这样说过 第一个认同吗 那样是 没错 我是一个静的人 那样我不是今天 只是这样的样子 他相似14年 不是14天 OK 没有 你又不知道我这样的样子 对吗 他可能说的 是整体 不止 只是说 不和他说话 嗯 例如 只是说 总之 总之 你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 的 所有的动作 的 关联的东西 这样讲回头 我说 我是你老婆 他应不应该要继续问我呢 第二 好像我最应该的 应该的 其实两个都应该的 因为 可能 不知道曾几何时 突然间 有一段日子 可能你有点冷战 或者他问你 你不理睬 或者你又不关心他 或者大家 越来越疏远 没有什么亲密 他就生气 就是 他觉得 为什么你不主动 跟我说话 然后他又 你又可能两个人 大家在那里 你等我等你 等也不主动 哼 我生气 就是 你又可能 不出声 他又因此而生气 那他生气的情况下 他又怎么会来哄你 这样 有时候女人 当然要人哄一下 他连一点都做不到 只会有暴力 就是 他又不懂温柔 他又不懂温柔 但是你有对他温柔 OK 第二个 原因 原因 你觉得他 越来比起暴躁的原因 越来比暴躁的原因 总之 以前你不是这样 现在看到这样 我才不懂得了解这个人造 刚才你不是说 你猜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是说 你很少跟他说话 因为他是跟别人这样说的 OK 就是一 还有没有疑伤 你觉得 有 他人很自私 在自私到很极点 在什么都利益当前 人的利益当前都很恐怖 很可怕 一说到钱 就是没人正说的 嗯 由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十几年 十几年 十几年都是有这样的性格 曾经 在 热恋期间的时候 都有试过帮他处理的 这样 处理有三个月 这样 他就 会查数 嗯 嗯 那么我就是无人帮他处理了 你交给他了 OK 那么 他也有帮人说过 他觉得他老婆给你没有安全感 那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嗯 你就是不信任我 嗯 那么做股体做到这样 有意思没有 你事业上的表现 是不是都不错啊 这样 讲起来 在事业方面的收入 你高过去 目前是 之前是要高他一点的 OK 现在 我们属于在一个组织里面 嗯 那么我是高过去 嗯 嗯 因为我才进去嘛 他后进去 那么他当然做我一下 嗯 嗯 做了多久啊 二十三年 四年 看到吗 就这样 总之他是 目前他的就是利益当前 讲到人子就是 很厉害 他真的很自私 嗯 OK 他不知道 一味妻子那方面 讲幻 嗯 其实你看 这个脾气 应该就是你两个 加入了这间公司 开始慢慢回生的 就是变本加厉 他可能都有一些 的这样的 潜在的脾性 但是是 是你们两个一起共事之后 开始慢慢变得 严重了 这间公司 有没有教你们两个夫妻 相处之道啊 给一些这样的課程 因为很多时候直销原本就是两夫妻一齐的 那你是他的下线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中 不是啊 他是我的下线 他是你下线 你是他的上线 嗯 是其中一个 道火线 我自己相信 那你又努力 你又做得相当出色 那不知 不经意地 可能被人给了下去 咦 你是under 那个老公是under你 跟着可能 还不紧要 你赚钱有时候 大致上都多过他 那他赚的钱都不错的 是 跟着但是人家眼看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永远都是你出色一点 嗯 其实之前啊 我有试过是比起上线的 因为一路都对付出 但是可能日子来了 他觉得是理所当然 我是要向他付出的 嗯 因为我是老婆 她是老公嘛 嗯 这样变了 有可能是 因为他有大男人主义的心态 嗯 跟着你又在他上面 其实我相信在你的组织里面 大家眼看下去是 会不会是这样啊 你出色一点 很多东西 你refer都是refer你多过他 讲到出色一点 都是 去年开始的时候 讲到前两年进入的时候 他虽然是我的下线 但是那时候他找的钱是不少的 反而我更少过他 嗯 之后 我的心态就是一直要给他上 给他上 这样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如果他上了 对了 变了我这边就是没有了不得的收入 就是会这样 可能他就想回头 给我先上 这样的意思 ok 那么日子一来了 是啦 嗯 那呢 嘞 每一粒可能会慢慢变大 或者生得越来越多 在生活上两夫妻 一发生了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不立刻去解决 一拖,拖了下去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来到今天 已经不是普通可以解决了 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肿瘤 很大 现在只要割 就很麻烦 我给你的劝告都是一样 回到之前那个女人 一和二 一当然就是回到挽回这段感情 没可能的 你没可能 没可能就直接去二 都不用想了 简单,直接 直接分 不是这样吗 你要的 是,没错,是会想到这样 不过 因为这个人 帮他相处 他用了家暴,用了暴力 很恐怖啊 真的很害怕他 如果他没有了这些东西 他的确是一个好男人来的 但是 但是十分厉害了 嗯 怕得说 他的电话响 是他打来的 我都会害怕 嗯 回到家的门口 每次要等他上去之后 自己肯定下车 然后就上去 因为他没有车 现在你离婚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你的事业 怎么样呢 都是继续要和他在一起 还是大家可以分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头痛这一点 嗯 这个你自己想啦 嗯 那个是事业的另外一部分 嗯 可能分或者暂时跌多少 又或者怎么样 我想你和你的公司说 应该都明白的 嗯 但是拆掉的时候 大家应该多多 很多意见 究竟这条线是我有份的 还是你有份的 但是我 我认为 分了这三个月 哦 你分开了这三个月 他的表现如何 唉 没有变好 没有变好 每次继续的时候 因为 两个线黏在一起 对吗 嗯 就是我这一方面的 他又很 唉 他做多少多少 他又不会说 第一声多给你 我每次要分几个 浪一两个钟头 来个精神来帮他计 然后他又说不对 他又要拿别人来比较 他又不做好 所以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吵痛的事 嗯 一痛痛一次 例如 短痛 长痛不如短痛 即短痛 意思就是 你的事业都是要和他分的 叫你出去 叫你出去 不知道啊 这个你没问我 哈哈哈哈 有时真的 一定要分的了 搞到这么僵 怎样可以继续走下去呢 但是我又不是我弄死你 那怎样 就是大家谈好 希望你又有 继续有得做 我又继续有得做 如果我叫你出去 就不能在我这边做了 可能 不知道 或者是否 依然可以在你那边做 不过开多另一条线 搬出 搬离你这条线 嗯 他为什么会继续在我这一边呢 因为他觉得 我在我这一边 是可以找到 找到人子的 嗯 其实是有自己的地方 他都不爱他 因为他觉得 他在那边找不到嘛 在我这边就找到 所以要做到这样 没有 我在想着 他的心态 其中一件事 他忍着的就是 他在你那边 在你那边找到钱 嗯 所以他得不到那种形同 家暴是令到他自己 有回那个威严 所以现在你怕他 虽然你是时候 你是我上线 你赚的钱 可能都由你这边 但是起码回去就是我威 我还要很威 我要威得很厉害 你争取回我自己那种 那种感觉 那种自尊 所以对他用了暴力 因为他想你回去都尊重 在公司 我已经是被你骑了一点 回到你 你都不到回来 来服侍一下 或者是做个老婆的角色 或者是小女人 可能大男人都喜欢 想要这样的东西 那你又没有做到 你是一个硬的女人 你自己本身的性格 你又不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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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了要骗老公 去骗他 我懒得理你 我做了这么累 还要我哄你 免得理你 那我做了 那 那 他的相处就这样出事了 跟着他又回到 在公司 他又 under你 回到你家里 你又没有温柔 那 两边他都 他都去不了他 满足不了他内心 那个大男人主义的自尊 那 公司又没有 回到家里又没有 那我怎么样 公司他没有可能 对他发皮疲疲疲疲 他做不到这件事 那就唯有在家里 他真是不自觉的 你问他 他不认同的 他只是不自觉 渐渐进入了那个状态 进入了那个状态 我们称之为 没有意识状态 没有意识状态 就是 不察觉自己 究竟真的在做什么 他的心智错了 他的想法错了 他在做一些 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在做些什么 他只是被 被那种 傲慢的心 揭掩了他的理智 那 刚才我们所说的 第一 你要拯救的 就是令到他醒 其实可以的 但看你 哇 漫长功夫 漫长功夫 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 你 你要 回来一样 改变你 的 的态度 方法 就自然慢慢 影响他 但是这个过程 真的久了 真的久了 尤其是现在 他一直 站得那么硬 拳头 握得那么紧 首先 还有一个额外的 第三者 进去你们的 生活圈子里面 给他知道 你不可以再发脾气 你要放下 你要放松 跟着当然在平时的相处之间 你 就是 你身为一个太太 醒目的话 那 虽然你赚钱多 过他 你在上面 在适当的时候 你会给他一些面子 哎呀 幸好我老公 要不然 我哪里做得那么 他又聪明了 比如说 工作上 都给了面子 嗯 还不够 可能的面子 还是 你给到的面子 大家都看得出 是太明显 是你给的 我这样又不行 当然了 这件事 摆到的面子 如果不是 老婆 射给他 要哪里做得到 如果那个声音 是这样来的 当然是不漂亮 但是 如果到最后 但是到最后 很多人说 哇 幸好是 她的老公 她的老公真的是 要不然 她的老婆哪里那么大 那就不同了 要看那些说话 大家怎么说 所以陈锋 你说是两个选择 对吧 第一个选择 你就慢慢 补回它 但是 很长的功夫 但是 但是 这个是一个 既长 但是又将你自己 都会变得更好的 一个过程 OK 假设 你是什么宗教 没有宗教信用 假设 你随便选择一个宗教 我觉得 OK 选择一个宗教 或者选择一个课程 你告诉自己 好 我为了要改变这个家 令到丈夫都改变的话 那我就上一堂课 OK 那堂课 可以是一堂课 可以是一个宗教 我都是当宗教是一堂课 对 对 我学习一下 如何改变我 接着去影响 感化我身边的人 这个概念就是这么简单 嗯 那你说这个要用几长时间 这是第一 第二 在一个过程里面 我真的做这样的东西 你会不会提升 你当然提升 因为你先去上课 你学了所有做人的道理 你学了 我怎么去 我终于明白这个真理了 夫妻之间怎么去相处 我应该要放下我自己的 那些什么 接着 逐渐去影响我的丈夫 改变家 将她的幸福快乐 爱 真正的爱 真正的真诚 真心 真意 没有假面具 所有东西重新带回她家里面 令到她温馨温暖 她丈夫感受到这件事慢慢转变 很长时间 但是 如果你决心做这件事的话 你 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不同的你 肯定他不同的你 譬如说五年 终于整个东西扭转过来了 那个时候的你再看回头 哇 这五年来你的改变 你知道会有多大 你明白我说什么 明白 就是每次见到她的动作 又很猛的 真是 你看到一个动作 很猛 很猛就是你要改变的东西 因为只要你一猛 你就改变不了 因为你一猛 你自然就有很多连锁反应 猛啊 生气啊 或者恐惧她啊 跟着你自然的身体意愿就改变了 还有你口说的话 就会有攻击性啊 或者防卫性啊 就不是这么客气的说话 眼神就会开始挖住她 或者避开她 不想看她啊 这些都是一些 自动变得不友善的 的反应 明白吗 那我生气的人 一定是这样的了 有什么办法 有 她上了一堂课 明白了的人生道理 改变你的反应 当她有这样的动作 你就告诉自己 我不要这样来看她 我不要去生气她 不喜欢她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把自己变成一棵很硬的墙 那粒球扔过来的时候 很大力的扔过来 反应是什么 打到你的墙上 反弹 怎样去学习 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水泡 那如果你打算走A 第一条路的话 我先跟你说 这个修行的路 修行就是修正行为的路 修正你的行为 其实我给你知道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 你丈夫变成这样 一样的 你是很大责任 因为你是一个反应者 她做了些什么 你给了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是刺激到她变本家 那个反应是来自你 就是你就是那一棵墙 你越变越硬 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 没错 感觉上 但那粒球反弹过去的 亦都是越来越大力 因此她 就越发越大力 越发越大力 但如果你变成一个水泡 在任何攻击 打下去你那时候 都吸光 吸光 吸光的话 不同的 到最后 如果你要做 那你们就要 修正你自己 接着修正你整个家人 其他人的东西 因为当你真正去学习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她肥气这么暴躁 还有为什么你有这种 这么猛烈的情绪 还有为什么你有这种 这么愤怒的情绪 有恐惧的情绪 你去学习 就了解了之后 你了解你自己 真正重新认识你自己 接着就是怎么去面对你丈夫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简单 斩断 离婚 你继续 你死你死 我继续做我自己 只是告诉你 人生会轻松很多 快乐很多 你会快乐很多 没有那么惊 在公司斩断 它 扔了它出去之后 我自己 找我自己的钱 不知道多轻松快乐 又不用有一块东西在那里 扔着我 是立刻就幸福 立刻就轻松了 快乐了 不过 没有进步 人 OK OK 明白 看你A还是B的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C的 它不一定硬硬硬的 就是C的 我分了之后 我依然可以去进修我自己 去上课课 或者选择一个宗教 去学习 去了解 慢慢提升我自己 就是分了之后 你依然可以提升自己 明白吗 OK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有心事要跟我陈锋聊 那就约定你每个星期五 准时call in 给我吧 大乘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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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大乘心事 把时间带来十点二十一分 我电话在线上的阿玉 阿玉 你好 你好 好 是 是 怎么了阿玉 喂 喂 喂 是 听不听到 听到 你按一下啦, 說吧 突然間又沒有勇氣繼續說下去 OK, 0377-039-08-037-039-08 我現在電話是沒有響的 所以有些朋友有 private message 我說 我打了二十幾次打不通 不是喔,沒有喔 所以你說打不通是沒有可能的事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說的話現在盡量爭取iger的機會 撥我的電話來, OK 03-07-03-988 还有你无论在任何地方 任何的世界任何的角落 其实都OK的 背电话你 OK 下位朋友 988大乘心事 请问你是哪位 988大乘心事 请问你是哪位 Hello 是 陈芳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是Joanne Joanne 上次打过来的 讲过 Undi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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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说什么的 同时你有拜访器的啦 哦 你把电话来跟我讲的是吗 哦 讲器的家事的啦 嗯 现在说了呢 好像反而都不知道 没什么跟我讲话 不知道是什么事啊 你干嘛爆我家里的东西出来咯 哈哈哈哈 但是你有讲过一句咯 那天你就是 原来我都很担心 我都怕气的家人啊 什么情形那么好咯 然后现在没什么声气了 不过我都敢打电话咯 就免得家人不喜欢啦 嗯 但是一刻之路都是听着的啦 按我想的 嗯嗯嗯 其实我都看了很多人都都 就是说我最好是不要讲人家的家事 我都是想到不要再讲啦 其实没事啦 我只是打你帮你聊聊天 哈哈哈哈 那你继续他 你没道过歉 跟着希望可以继续做朋友 不要因为这样 朋友是有的 没什么事 但是有一些 因为你的出发点是好 是想它好 OK 是真的 真的 因为因为 这一部都是这样 会听到人家的家事会这样 但是我都属于很冲动啊 打电话给你跟你讲 啊 因为你on air 全部人都听到啊 你的节目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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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事就要你帮一下手了 是不是 就是 看看怎样的情练 因为我相信 我眼睛都在听着 看你怎样说 是不是 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嗯 这些是人家的家事 又说了很多 变了我看到 然后我都不敢再打电话过来 嗯嗯嗯 现在想想 哎呀 隔了这么久啊 试试打 打看打得痛 我刚才说你的线很差很差 嗯 打不到 打不到 不是在车厅里听到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打哈佬哈佬 然后听听听听 人家听不到 很多问题啊 是刚才说有些技术上的问题 不过解决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好了很多 好吧 多谢你了 多谢你了 啊 就是帮你聊聊天 嗯 其实 其实希望你帮我和他说 说 说一下 好吗 好吗 他听着的嘛 不用让他说什么 哈哈哈 OK OK 可以 明白 谢谢 谢谢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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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基本上是说希望 安迪路就不要生他 他都是一番好意 关心你 其实这个动作肯定是关心你的 不过他自己都明白 我冲动了 这样 经一时长一致 就好像经过这一次之后 他就觉得是 我应该不要那么冲动 而且有些事是人家的事 人家的家事 我应该少点你啦 少点 少点去说 如果要说 可能都是 只是和你去安慰一下你 和你谈一下计刃 你自己私底下 和你发誓 可能会更加理想 那我相信 Andy Lou 都不会那么消气的 好 再听下 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908大乘心事 请问你是哪位 你先关心 先关心 你是不是Andy Lou 是啊 哇 这样就马上转给你打到来 真是好 你是哪位 我不是陈锋 你干什么 你三天还不可以的 迟一点点 我和你说 我呢 打几十枚 打五天给你 今天被你打到 因为我朋友跟你说话 我妈妈 你还在生他吗 没有啊 我也不懂得生他 他说你没什么理想 他去了 不是 因为我没有下去 他在暗泵 做工的 因为干什么 他呢 他呢 一天干我做工 做到回去的东西 他很不好人的 其实 你觉得他 你觉得他很不好人 他不是不好人 不过他就衝动了 就是 我就不要紧要 我没有问题 因为我怕儿子听到 结果有没有听 他们没有听到 因为他们是读英文和马里书的人 没有听中文台 嗯 没有所谓 如果有听 他就不像现在 如果给他们听到的话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是呀 没有什么反应 哦 不会生他了 所以不用怕 他也没有听 嗯 因为这些事是事实 嗯 是不是这么说 嗯 不过他就衝动了 看我不要在空中火 哈哈 我在做迷 我也没有生他 哦 那就行了 因为他又很忙 我常常叫你 我想恭喜你 嗯 第一 你又徒弟 又收到了 嗯 现在出路了 我也很开心 是 多谢 第二 你又 现在又开了广告会 哦 是 你做生意 我只做了很久 我不知道你做哪一行 嗯 嗯嗯 嗯嗯 另外我才听到 是做广告 嗯 是 啊 要是说 德国物台 又可以重重 起事的嘛 春意又出诗啦 是 阿山又出诗啦 是啊 邵明又出诗啦 嗯 我召不入给你们 因为我又不懂 VChat 嗯 VChat又不懂 嗯 嗯 我又很想 跟阿丁明说 照顾身体啦 OK 因为两个星期 他没有说嘛 嗯嗯嗯 他玩啊 不知道多开心 不是啊 他的声底有问题啊 是啊 你真的是fans 你都知道他声底有问题 哈哈 好了他 都没有康复了 啊 一个星期来说 他不敢说大声 嗯嗯嗯 笑都不敢笑 是啊 哈哈 我知道他的 啊 他有问题 都是他的声带 啊 安丁露你今晚 在我家里就是你一个啊 我整天都一个了 现在还是 你几岁了啊 八十没有 七十年 八十四 八十四啊 是啊 嗯 难得 因为我没有去盐灯呢 以前的不同 我这个朋友呢 就在司本对面 卖水果 我们天天出去 这个经济 嗯 现在他就没有做了 他做别人了 嗯 所以我去到 他都没有在那里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哈 还有现在坐那些 陆卡 嗯嗯 十构十几构啊 内会成三十构啊 是的 不明白吗 是的 哎呀 你的子女有钱啊 真是 现在的时势行 没有扣子女啊 他们没有给你吗 没有 没有 因为哥哥唱而已 搞错啊 有律师有医生啊 你的子女 医生是我的孙 还没回来 啊医生 孙 他读七年 嗯 嗯 现在大四年而已 嗯 那和我一起大的呢 那些就在新加坡 移民了那里 嗯 那他就会收拾事 回来啊 看看我 嗯 但是以前我又收拾事 出去两三个月 现在呢 就一 去新加坡 又一个月就要你联邀的哦 明白 那 又 他又不放心 给我自己出 Auntie Lou啊 嗯 是啊 好似他又带我出去 又带我回来 他又有工作 我不想麻烦 嗯 但是一 我是这么老了 如果有什么事 会拖累到他们 嗯 嗯 是不是这么说 自己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哦 好啦 跟你谈住这么多先啦 好不好 我想他应该很开心的 听到他打你 然后说你没有生他 应该很开心 嗯 嗯 嗯 我们等一些 我跟你说 我是多话说的 我不懂恨人 恨人自己很辛苦 是 多个朋友 好过多个敌人 对 嗯 嗯 你很快点叫他 约他出去喝茶啦 叫他来探你 你在家装茶 他很久没有叫我 他不敢叫你啊 不是 我相信过了这个 他就会叫你了 哈哈 这些是他想多了 嗯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电话等着 我知道啊 刚才我跟你说很久了 是啊 我天天都有听的 多谢你的支持啊 令我知道你由早到晚一听 直到我们九八八最好的朋友 不是啊 你颁个最佳朋友的奖给你 九八八是我的背叛我 是啊 我们很感激有你这样的听众 真的 不是 没有人 你们这么多人 那么多听众 有194万人听 是啊 为什么你知道这么多人 我没有人知道的 其中一个就是你了 你多重要啊 哈哈 因为我没有过你了 我就惨没人说话 是 是不是 有有有有 我问一问 是不是听到你们说 啊 晚安了 那么我 我就回你了 厉害了 厉害了 你还是很绝壮 因为 因为我那个理调 我跟你说 我没有生的了 嗯 开巡了 嗯 烂了 刚才我换了 没多久了 哦 有新理调了 我很想和郑明说 最重要的是 照顾你的身体来保重 行 我和你转述 因为他是用那个 讲话来找食的嘛 他是最喜欢讲话的嘛 嗯 那如果他声音有问题 没得讲话 你说他一世人怎么过呢 是啊 是不是这么说啊 对 你也要 take care 好吗 你也是啊 嗯 因为你拍到很辛苦 很忙 不会了 不会了 多谢你 是的 大乘心事 908大乘心事 我们的热线037710 03988 037710 03988 刚才私底下再和Andy Lu聊聊天 他自己一个人寂寞 每一天在家里面 我们908陪伴他 是他的精神良食 而且非常熟悉我们 每一位D姐 主要原因就是由早上听到晚 好开心 他就没有908哪里可以啊 好 听下下位朋友 908大乘心事 我是陈锋 你是哪位 慢手 你打通了 打通不说话 好 下位了 908大乘心事 你好 收音机先关掉 收音机关了没有 你好 你好 你不懂得 收音机的话 聊不到 喂 98大乘心事 我是你的东实 东实的 听众 然后我想说 怎么称呼你 我叫阿佳 阿佳啊 我是最随私的 嗯 然后就考到一个云彬 嗯 然后就 退休了 60岁了 你是考到一个云彬还是退休 还是考了一个云彬很久 然后做到退休 最近是患口的 哦 就是你近60岁了 哦 61了 然后就想 因为想搬回怡保 我是怡保人 KL二十几年 嗯 然后就这样 嗯 好啊 然后那些抖忌 都没有什么听话 就直到 哈哈哈 你突然间一口气 说了好几样东西 但是 听起来又不像是问题 其实你想问什么 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回去休阳 或者退休生意 可以啊 我都认为多不错 你手记不听话 我没有 用三个抖忌 二十几岁 没有给钱我们 哈哈 没有给钱你两夫妻 是啊 是咯 那如果你没有他们的钱的话 可以不可以 不应该怕 多一年怕都可以的 现在装修 家里的东西都 几十几岁 多一年怕可以啊 那明年就开始不行了 那你退休不做工 可以不可以啊 很想退休的 做一些小炒 炒到个云层 嗯 嗯 嗯 你原本是煮什么餐的 我中餐的 你说你最近拿到个什么奖啊 这个环球的 拿个童牌的 哦 去参加比赛 是是是 ok啊 那你 那你回去二宝 年纪大了 是 又不需要做那么长时间 那你就做一个半天咯 嗯 是 拿了这个奖 一张 拍多几张相 放大它 frame 它 在店里掛起来 啊 对 那有生意了 算全是 对 我真的去做 应该我身孔入伙先 但是我去做 你对手 陈锋你帮我 打一下港股 哈哈哈哈 你开了一张之后呢 你就努力把电话来 再跟我谈 接着我开张了 接着我就要诈解移民 是呀 恭喜你啊 二宝哪里啊 哦 什么街什么街 你开门牌几个号啊 那就好啊 恭喜你 哈哈 其实我十年十五年 我新加坡做 我已经听到你的节目了 陈锋我打到你的电话 我真的很幸运 是呀 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你的支持 嗯 所以说我以前就是说 在港车里 我发 我自己是文亮讲的 二十几年我想退休 那些斗技又好像 二百都给不到我们 就是回去移保 想一下退休 那意思 那我想 我想问 你说那些子女不生性不成 是啊 那你的所谓的不生性 是没有给家用不生性 不生性啊 还是 是啊 是的 那WiFi的全部都是我们两夫妻给的 那但是他们平时的人品如何呢 是不是很弱啊 很坏啊 还是怎样啊 坏就不坏 我一个大女二十几岁 就一个人看WiFi 知道得得 那些人不爱做工 休息了一两个几月 我们都几十岁了 我怎么可以 是吧 没可能 你最小的小弟弟多大 多少岁 最小的 十九岁 现在做一千一二元的 我老婆都赞她 她说好听话 OK啊 好适思 今天出粮都给我五百皮 给我老婆 不是给我 两个女儿没有给她 千多元都给到五百元啊 哦 很厉害啊 哦 我小孩子啊 嗯 嗯 好孝顺 OK 那这样说了 我想 我想 我想说 其实当然 如果你要他们给的话 就跟他们说 我今天要离开了 离开吉林坡了 我回去移保了 那 你也可以说 小小的 因为那些生活费没那么高 小小的 每人三百元 二百好三百好 给他们一个习惯 对了 我就跟我太太说 是都很疼她们 太中华去 陈峰 而且如果你回来 你回来移保 你回来移保的话 搭八个房子 都是留给他们住的 是吧 对了 哦 哦 不错了 OK 好啊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不要时时都 有那种想法就是 哎呀 真的不生性 总之 她没有给到家用 就等于 不是那么乖 又不是这样的 可能她自己都大小 或者是怎么样 嗯 我又说什么 我们一家五口 嗯 夫妻 两个女儿 一个狗姬 哎呀 真的 好激心 又激心 不要激心 总之 有时候呢 未必是要子女那么完美的 那他们有没有 学坏啊 赌博啊 吸烟啊 没有啊 他没有学坏啊 全部都没有的 那好还是不好啊 都好啊 都好啊 有个安慰者 是啊 那你刚才还说很激心 那还激心 都没有学坏 又没有嫖到饮吹 是吧 但是这个 我一个大女儿 她常常懒懒懒懒懒懒 摸了两个多月 嗯 你没有资助她 她自然 必须要面对生活 是 她自己去找工的了 尤其你说 啊 我只留一间屋给你们 你们自己要交电火水 各样东西 搞定她 打数 啊 那她就自己更生了 开始 是的 我太太回去了 仪补装 给了七千多 几千元 是的 我老婆坐着 我车锻炼 我都没回到 是的 给你听她 还有高兴啊 她都是你的偶像啊 陈峰 哦 多谢多谢 很开心啊 嗯 我真的是 十几年前 我跟新加坡做工 我都 戴着耳机 听着你们 说话 是的 哦 好的 应该是 应该是 三十年前 三十年了 哦 那么久了 咦 咦 我说多一点 我人 怒了 喝了两杯而已 哈哈哈 啊 不理解 跟着 是不是 我 考到个大三名 是不是 嗯 都不知道多高兴啊 我都很耿你高兴 哦 六十一岁啊 哎 还行啊 六十一岁多年 自从我们的敦马 做了首相之后 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说老 是啊 你六十一岁 说老 真的走我一边了 真的 真的 我鼓励你回去怡保 继续做 但是呢 就不需要做得那么辛苦 不是说由早炒到晚 那些小炒啊 或者那些 云藤的 那些OK吗 哎 OK的 那有两个方法的 你问我 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就是做些小炒 便宜的 接着做一个半天 还有另外一种呢 就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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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的 那那几位桌 有两个选择 一就是做些小炒 二呢 做一个 做一种呢 桌不多的 十张八张就算数 然后做贵了一点 又不是说超级贵 贵了一点 但是你自己 因为你有个奖 还有你做了几十年 那你就花心思去研究 几道很漂亮的菜 就是你自己喜欢的 你觉得 如果这样可以 有空有空自己研究 煮一煮什么出来 煮一煮什么出来 跟着 等那些真是懂得吃的人 经济能力不错的人 我又不是说 吃一围桌 五个人就吃几千元那种 就是说五个人 你花得起三百元的话 说我煮一些 煮一些特别漂亮的东西 给你 哦 那你就有兴趣了 如果你做小炒 就炒你炒去 就是那十几二十美 你点什么 我就炒给你 价钱平平的 真是志在过日子生活 都是ok 要是A的选择 B的选择 你可以打住你的名堂 跟着呢 只要你花心思做一些很特色的东西 自然就会吸引到那些 喜欢吃东西的人去找你的 哦 那你这种煮法呢 就不用煮那么多 就是专心研究 弄漂亮的东西 那我车贵了一点 那你又很开心 因为你有机会研究 对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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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有人提议好像类似开什么私房赛 那样 嗯 那种做法 那不如陈锋到时候 我会继续去看一下 看看 我看一下 拍到云层 因为 因为今天收到八月多 又要世界随私 我又要 我不甘心 因为我拿大衣 我拿大乳名 哈哈哈哈 哎呀 再接再来 不要放弃 继续 可以吗 可以 怎会不可以 世界 我这个环球不够零 拿大衣 我想拿大乳名 搞不够 拿大一 直接 M第一 我没什么可能 陈锋师傅 我真的没什么可能 我要求拿大乳 现在我 我帮我太太说 大四 拿大三 我都不知 多高兴 其实大三 都很厉害的了 你真的很厉害 因为世界 谢谢你 好 我以为环球这个世界 我还想想去 看是怎么样 因为有马 D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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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部长来的 哦 哦 之前我去那里 环球 有一个交锋部长 西美兰 西美兰 你必然未来 尽管 那些 好啊 他友 支持你 希望你赢得到 赢得到 赢得到 记得再缽电话 你告诉我 你虽然 我 你估计我 又不可以 什么 好开心 几十年 也没有打手 通过我的电话 新加坡打 都不通过 现在 全西雅 几百千人 在听你的声 那你幫我打說我,我是佳師傅 佳師傅啊? 是,吳靚街,N-G-5,L-E-N-K-I 你的佳師傅是用你最後的名字,你姓黃嗎? 姓黃姓五 沒有,N-G? 你中文是姓什麼? 中文是人詞編一個五 人詞編一個五,吳師傅 吳文街 吳文街,街是那個... 街的街 街的街 所以通常人家叫你街師傅 對了,對了 不是叫吳師傅 沒有,街師傅不是街師傅 多謝你 OK,OK,OK 一分鐘可以,沒有人打給你 我很高興啊,今天幾十年後 真的撥不通你的電話 嘩,我今天到,我的榮幸啊 你賠了這麼多年,自己賠到 我真的很高興啊 多謝你的支持 OK 等一下,等一下,一分鐘 別接,先別接 然後我... 現在我住十八樓 你先好住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晚 準時call in給我吧 全日Pickup 988,馬六甲金柔波北部 iPhone98.2 我是Bel雨天 K7方線,988 988大乘心事電話線上有位... 酸先生,蓋了電話 聽下位朋友啊 0377103988 0377103988 剛才那位酸先生就... 說不知... 說了做了什麼錯事 然後自己蓋了電話 喂,請問你是哪位? 988大乘心事 Hello 我要蓋電話一會兒說話 還在不在這裡啊? 喂? 真是呀? 988大乘心事請問你是哪位? Hello 要撥陽花 如果你是未準備好的話呢 那你不要撥電話你了 那你撥了電話你又不出聲 你就擋著電話 留一些機會給其他人 OK 988大乘心事 我是陳鋒,你是哪位? 是,9... 如果你真是又擔心又怕的話 你不如可以留言寫信來給我 那如果你不需要按這個講話的話 喂,請問你是哪位? 高爸爸 請問你是哪位? 你好 你好 你好,怎麼稱呼? 你可以叫我Miss Lee Miss Lee? 嗯 來 我的問題是,我跟我男朋友之間 我跟他的感情上是很好 沒有什麼問題 他對我非常的好 嗯 只是我的問題是 在他 他不懂要怎樣 他不懂怎樣管理他的錢 他的財理 財務方面其實很好 理財 理財不是很好 然後 對對對 然後我們今年27歲 在一起已經有10年了 嗯 然後我當然是很想跟他 不婚姻組織一個家庭 這樣做 可是 嗯 就是 最近訪問的問題 所以 半死不考慮這些啦 嗯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去幫他 在這訪問有什麼幫助 這樣子 因為平時 所以只要我們一直談到錢的問題 我們就會 就有不好 就是討價這樣子 然後我也盡量 就最近都盡量不提這個問題 只要不提到錢 我們就可以 很開心的過日子 可以這樣子講 嗯 但是 生活嘛 不可能一直這樣子下去啊 嗯 不知道要怎樣說 然後 平時我也 嗯 今天就不感受他 工作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也 我也知道我幫不了他 然後 我的脾氣也比較暴躁一點 然後 就不能夠跟他討論這種問題 所以 他那個錢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 嗯 他 他是有在 他是有在打工 然後 他也有做一些小生意這樣子 嗯 然後 如果有人下訂單的話 他可能要先出一筆錢 然後 啊 做了那樣東西 然後才可以跟顧客收錢 可是 顧客嘛 一定是會有脫脹的這種 這種問題出現 嗯 然後 嗯 嗯 如果他 如果他在財務方面 不夠的話 他就會 需要我幫忙 這樣子 嗯 我也有幫他 只是 當然也沒有說 很多錢啦 只是 不可以一直這樣子下去啊 嗯 然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怎樣 幫他 幫他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 總之我們只要一講到錢 就 一定會吵架 嗯 意思是說他現在工作 再加上小生意 他還是存不到錢 對 他的 他的工作是哪一個行業啊 哪一類的行業 他是做sales的 哪 什麼sales 啊 就賣 賣office的衣服 office的那種 家具之類的 他原本念什麼課啊 他原本是念Hotel Management的 可是他沒有在這方面發展 為什麼 嗯 他當時也是因為父母要求 他要繼續 讀書這樣 所以他才會 選擇這個科目 然後繼續 去讀這個科目 然後出來過後就 沒有逃走方面發展 一直到生在 他其實這份工作也是蠻經典的 哦 那他之前做什麼 他之前就明明散散 這樣子 一開始 是有在工廠 也是做sales的咯 然後 唉 他那麼討厭 他那麼討厭Hotel Line嗎 嗯 不是 可是他沒有要往這方面發展的意思 但是我也沒有看到他究竟要往哪一方面 難道他的意願就是要做一個全全馬最成功的salesman 不是 他現在做的那個小生命呢 他當然是希望做小生命可以有成功的 網購啊 不是 他是做印刷類的 嗯 你還要 你還要進 嗯 嗯 OK 印刷 你知道很多印刷公司已經倒閉 當然也沒有倒閉 還有 還有印刷公司 嗯 嗯 其實現在很多行業都 都 行情不是很好 所以很多行業都 沒有很好的一個發展 這樣子 他也沒有說 啊 不不不做工 然後單單做這一行業 他就是 啊 一邊跑一邊做這一個行業這樣子 他希望兩邊都成功 當然 他的他的他的 那個業餘的時間是來做 就是做做這個印刷類的 然後工作是工作這樣子 唉 然後他的他的 人際關係很好其實 他他 他其實這個是很 很好很好的人來的 只是 我感覺他好像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運氣 在這方面 在錢財財物方面 你可以說他是沒有什麼運氣 但是我也可以說他沒有什麼 不太專一 嗯 專注在 專注在他的事業 你要跟他談錢 談這個東西的話呢 倒不如大家研究 怎麼把自己的事業搞好 那事業搞好 那事業搞好也要有幾個 那當事業搞好之後呢 你們這個問題就 比較容易解決 不然的話 那關鍵點 我覺得他還沒有找到他自己 真正想要做的做的事業 OK 他是很想要專注在印刷 這行業的 為什麼他要專注在印刷 我想知道 嗯 他覺得會有前途 他是要 他會想辦法 他有想要想辦法 怎麼去把這一個行業去 就是去搞好這樣子 他要好像類似 把這個行業改成這樣 這樣子來去進行 改成什麼 像跑車這樣子 要去找客人啊 想一個好的方案 來為自己找生意這樣 可就 就 因為 現在的可以說是行情不好啦 他是有 有客人 只不過每一班的生意都沒有 沒有想像做那麼大 就全部就是小小小小的那種 嗯 然後 就 就看是不是找不到錢 OK 你原本的問題 你原本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十年了 他還沒有存到錢 那你又在等著他要娶你 那怎麼辦 原本就是這樣子吧 嗯 他可以這樣子 所以 只要他搞好他的事業 那你就結婚有望了 哈哈哈 對不對 只要在理財方面可以成功的話 我相信我們是可以的 是理財嗎 就 就財務方面 你理財跟財務兩 兩回事喔 理財跟賺錢是兩回事喔 他懂得很 他懂得很 他很懂得賺錢跟理財是 暫時是分開 嗯哼 他可以一個月賺三十千四十千五十千 但是花光不會理財 嗯 嗯 也有一些人呢 每個月只賺兩三千塊 他還是可以一年存十千 哇很厲害理財 所以他是哪一種 他 他是兩個都不是賺也沒有賺很多理也沒有理很多對不對 是是可以這樣子講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也不懂 因為 因為我完全沒有辦法跟他討論這個這個問題 因為他很煩 你不要再跟他談這個東西 對對所以我都盡量我不提 可以的話我就不提 你做的不錯 他做的沒有很好 你不斷的重新on and off and on and off 一直press他的那個button喔 那個那個pain button 那麼巧按到他那個 一直按那個button 那個button就是他的tone來的 他也知道他在事業上做了那麼多年 找來找去找來找去 還沒有找到一個自己想要定下來發展的東西 或者是賺到大錢的東西 他都在煩著自己也在困擾 就怎麼樣才可以事業穩定下來 你還是跑去按他那個button 你幾次做好一點 你幾次做好一點 他不生氣咯 對 嗯 這個部分不要按 不要再 那不是說不能touch 你是用什麼方法來touch 嗯 你是鼓勵啊 協助他啊 還是責問他啊 還是blame他啊 還是在講一些諷刺的話 哎呦 你到現在還做不好 哎呀這樣 嗯 OK 嗯 所以這部分你懂 明白了啊 明白 你自己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去處理這個 跟他的這個關係 因為原本可能 你們相處把它分成十個 十個部分 九個部分全部都很好很和諧 就是可能這個財務問題 可能導致你們關係破裂 對 因為這個東西 不要以為這個 這個談不妥沒有事情 這個部分談不妥 還是開始因為這個有摩擦 這個摩擦會燃燒到其他課題的 很無辜的 某吞吞 談錢 會談到跟你的媽媽 跟我的哥哥 都不知道什麼什麼 上次跟他講錢 哇慘了 怎麼會燒到去那邊 是不是你媽媽看不起我 我沒有這樣子講啊 不然的話 你怎麼那麼大反應 哇那個話題會燒 燒到不知道去哪裡 OK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其實賺錢不是這樣子 做生意不是這樣子做的 第一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會想大家做那個印刷 嗯 然後如果他要做某一個生意的時候呢 第一 前景要好 還可以匡充 當然最好咯 嗯 還可以匡充 但是那個反而是第二第三咯 最重要的就是他為什麼要做這個行業 通常我開始一個生意要做一個行業的時候 是原因是 我蠻熟悉這個行業 我做了蠻多年 我很熟悉這個行業應該怎麼做 嗯 而且我還看到了 他有一個用另外一個不同的方法 可以讓消費者有更好的 呃 那個product 就是就是我我這麼無端端去做那個生意 哇好賺喔 你看人家在開我又要開 哇很好啊 還是欸沒有 欸沒有 我有一個我發現為什麼那些人不這樣子做 這樣子做客戶應該會更開心 更好啊 開一門生意不是因為好賺 我要賺錢所以我做生意 做生意是因為我發現那門生意還有另外一種經營方法可以幫到消費者的 終於沒有人做的來等我做 嗯 就是好像我們時常 比較簡單提的就是那個那個 我們call 車來那個grab 就是那個那個是可以給消費者更好的生活對不對 嗯 那如果taxi有提升的話 就大家都好咯 如果他提升的不夠快的話 這個方法來代替了 欸這是給消費者更好的生活我想到了 然後就賺錢了 他的出發點以上一定是 比之前的更好 比現在誰經營的更好 這個是第一如果他做生意 第二 就算不是做生意 你做那個行業 其實也要定下來 在同一個行業裡面是最好的 如果他要轉轉轉到差不多靠近30的時候 好我做sales 但是你做sales要sales什麼東西啊 你不能我做三年sales服裝 後面三年突然間一跳跳到什麼五金 銅鐵 哇 你究竟最專業賣的是什麼東西 很專業的 那些人想到你的名字就非常相信你 他賣給我他應該不會騙我 通常講服裝一定是找啊 誰誰誰 因為他最好的服務最好的在服裝方面 那你要他自己要決定在哪一個行業 然後他的能力 處理 定下來做一個十年二十年 因為 因為 所有人 都要找一個很專業的人 什麼叫專業 做了兩三年 在一個行業裡面做兩三年叫做專業嗎 嗯 還是做五六年七年才叫做專業 還是做了十年以上才是做專業 然後你做同一個行業做了十年 你覺得你的薪水有多高 做三四年你的薪水有多高 價值有多高 嗯 你明白我講什麼嗎 明白明白我有在聽 啊 所以他不能一直換工耶 他一直換工啊 換換換 就好像我時常提一個例子 我每次見到一個朋友都 跟他握手 喂你好 因為他時常換工 所以到最後每次都問他 你現在在做什麼行業 十年了 你在做什麼行業 可能有一些朋友見到你朋友 你那個男朋友也是問 欸你現在在做什麼 但是看到John的時候 喂John 怎麼樣 你的會計做得怎麼樣 都懂John就equals to會計 專業的會計師 看到阿妹就 欸你那個金融行業怎麼樣 因為阿妹的名字就代表金融專業 還是理髮師 沒有理由之前做理髮師做了三年 我又轉 我調去做厨師 後面三年我又現在做裁縫 我做服裝設計師不可能啊 一直在轉不行 他的專不見掉了 嗯 他想要專業 他就是想要很專心的在印刷這方面發展 可是因為 生意的方面不如他預期人想像的那樣 所以他就找到一份sales ok我就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他要很專心的去做他的印刷 為什麼生意沒有如期的好 你說 這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問 我沒有去 意思是說 消費者為什麼要選你 客户為什麼要選你 外面還有很多printing啊 嗯 相比之下 原來第一 你又沒有比其他人有特別的地方 然後價錢也沒有比人家特別的低 那我這麼要選你咯 當你開始 壓力來了 沒有生意 那你就必須要 減價來造生意咯 這代價啦 當你沒有特別的地方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 以價錢來比 因為你跟其他的競爭者是同樣 沒有差別 最近我碰到有一個printing 進來 他的整個printing技術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變成講技術了 來到這邊 他跟著我說 這個是全馬來西亞 我第一個把它帶進來 那個printing的效果 可以達到這樣子這樣子 沒有啊 只有我 哇很美喔 想不想要 我也很想這樣子 價錢貴一點點喔 全馬只有我有 價錢貴一點點 然後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有的 你要去外國print喔 還是去美國print喔 只有我們才有跟美國 那先去美國運就更貴 那你要達到這種效果的話 你就必須要找我 意思是 你不斷地問自己 為什麼客戶要找你 你有什麼特別 所謂的特別的意思是說 只有你有 別人沒有 如果你 你的男朋友進去那個行業 他做的那個行業 任何的事情 都是你有 人家也有 看不到差別 哇 這個生意太難做了 這個你明白嗎 他應該是這樣 那沒有特別 客戶為什麼要選你 然後他就要堅持在那邊做 那當他要堅持在這個 印刷行業的時候 就要問他 究竟你看到有什麼機會 究竟你看到你自己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讓客戶要選擇你 我也不明白有什麼特別 哦 可以啊 謝謝 拜拜 那你就回去 可以分享我今天這段話 或者是上去Facebook 叫他重看 但是就不要去 press他的button了 我不敢給他知道 是啊 那就算了 不要給他知道 我不敢給他知道 我會打這種電話 因為這個問題真的是困擾了我 很久很久 可是我根本就只要這樣跟他談 好 那就适当的時候才談 OK 謝謝你 拜拜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 買準時call in給我 全日Pick up 988太平FM101 我是師友郭秀玉 一起發現988 大乘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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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大乘心事 我們叫阿欣 阿欣 你好 你好 病在廁所趕電話的阿欣 好 來 你說 我之前給你 什麼 我之前打過給你 嗯 你之前打過給我的 嗯 那現在發生什麼事? 我... 我不是寄生去那個森林 宿道那裡 哦 OK 為什麼不去? 還有為什麼要逃去廁所? 讓你男朋友知道你的電話你不行嗎? 我不想逃去 嗯 嗯 OK 那你究竟每次還有沒有去? 有 嗯 跟著? 可是我的森林來了 可以幾個月到 其實你... 因為你在廁所 然後你就小聲 比較難聽到你說什麼 因為我喉嚨很痛 嗯 因為你? 我講不到話 我喉嚨失聲 喉嚨失聲 嗯 沒有斷 持續做 嗯 但是我覺得 會記起看多事情做 你覺得什麼? 會記起看多事情 嗯 是會的 因為你要將你的 那個 對於你舊記憶引起的恐懼 去處理 是 但是我不想 很害怕 嗯 我覺得很害怕 嗯 你那個心理輔導 有沒有幫你做 是怎樣 他怎樣進行的? 幫你做些什麼? 他叫我 說些東西 什麼? 他就跟我說些東西 好像 叫我 想想 以前的東西 這樣 嗯 這樣 想想以前的東西 跟著? 跟著 又寫下 嗯 跟著 還有做些什麼? 還要 聽一下 音樂 嗯 如果你是去得 心理 你去得那個地方 跟著他是專業的話 你最好跟著做 還有持續做 要不然 要不然 解不了你的心結 但是我回家 我好像睡不到 可能你 你回去睡不到 是一晚 還是很長 可能那一兩天還好 嗯 嗯 嗯 你現在還在怕什麼? 你覺得 你覺得 你以前的事件 在你的生活上 還影響了你 那些什麼? 嗯 我覺得我以前好像很蠢 嗯 現在也是一樣 但是 現在你是聰明了 蠢是以前的 但是過去了 但是我經常做錯事 的 我經常都做錯決定 你經常做錯決定? 嗯 什麼時候啊? 有段時間幫助人 又好像 弄得成心眼那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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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嗯 嗯 好像 有一段時間 我們幫助人 又好像 我覺得好像去到他 那樣 我也不知道 對人 錯了 嗯 嗯 嗯 你覺得 你現在每天 最大的 生活上的困擾是什麼? 嗯 嗯 其實我聽不到你說話 我其實聽不到你說話 嗯 嗯 我就說 不知道我自己做的事情是對 還是怎麼對 你 為什麼會去想 你做任何事情都對 還是不對 不知道 例如什麼事你去想 對還是不對 好像有人問我借錢的 嗯 我也不知道 我應該不應該借給他 但是我不借給他 他又好像他慘了 借 例如借錢這件事 是看你個人能力 你覺得你借了之後 沒有影響到你的生活 你的經濟的生活狀況的話 那你就借了 你覺得有影響到的 哎呀 借了我自己都不夠錢 就不借 就不借了 Jush一件事是這樣的 或者你覺得 我對他的信任 不夠好 就不可以借 還有當你不借的時候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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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不好意思 還有不需要 覺得 心很不舒服 不需要的 但是他說他很慘 悲悲悲悲悲悲悲 OK 這個是其中一樣東西 是不是 嗯 你說最近有個朋友 找你借錢 而令到你很困擾 是這樣 嗯 沒有了 嗯 所以你的人生 有很大問題嗎 我不知道 你的問題就是 有人借給你借錢 是嗎 嗯 還有其他 那你 那個人 要替你借錢 你怎樣去判斷 要不要借給他 他說他家裡需要錢 跟著你還會問什麼 他說他 推到你做什麼 嗯 他說他說 他要買什麼 什麼吸毒的東西 我不知道 吸毒的東西 吸毒的東西 嗯 OK 如果你聽到借錢 給他買吸毒的東西 應不應該借 我是沒有借 但是第一次 後面 我不知道 你的嘴巴 可否擺近你的電話筒 噢 我沒有借那一句 對 你沒有借給他 是對的 對 那便沒事了 你正在你借 我不知道 怎樣 總之 每次都跟他說 No 那便可以了 有什麼麻煩呢 我不明白 嗯 有些事情 你不需要把他看得這麼大 你不借給他 你是不是覺得 好不好意思 自己好像很壞人 不是啊 是我男朋友牛肉 他說 經常做你的事 搞到自己成生矮 你做了什麼 你不借錢給他嘛 有做錯嗎 他說 當初 當初就沒有幫人 幫你做什麼 那你跟他說 這些我私人的問題 我幫不幫 請你尊重我 多謝 這樣便得了 好 我經常發脾氣 有他發 你便坐著看著他發 他這樣發脾氣 那他怎樣做男朋友 我知道你男朋友都在聽著 他說他沒有聽的 你今天 從今天開始 你不可以 你從今天開始 不可以再天天 告訴自己 聽 不知道怎樣做選擇 你不可以再假裝 不夠智慧 你是有智慧的 你自己有足夠的能力 去判斷 每一次 究竟應該要怎樣做 你的內心 有一個品德的標準 是有一個標準 你那個標準 可以告訴你自己知道 每一次我應該要怎樣做 不需要聽別人說 不需要問別人的 OK 可以嗎 可以嗎 OK 謝謝你 OK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記得 你每次有私人訊息也好 你男朋友有私人訊息也好 太多了 故事太長 我回答你不到 但關鍵點就是 如果那個故事是真的 你要保持著去看 你的輔導 長期 第二 你說人生好亂 不知道要怎樣做 你最緊要 將你自己那個 道德標準的那把尺 放在你心裏面 天天抓緊你的道德標準 那把尺 每一樣東西應該怎樣做 用那把尺去量一量 一個應該善良的人 是應該要怎樣做 怎樣做決定 那你就不會亂 就不會錯 好嗎 OK 加油 好嗎 拜拜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 買準時call in給我 好嗎 太多了 這麼多了